火車 這裡排什麼? 姜濤 不厲害? 死定了 112 謝謝 應該沒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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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曼妮 今天是4月5號 什麼日子大家都見到 今天是姜濤香港校會會 第一天在黃室堡搞什麼呢 就是姜濤430限定店的第一天發售 官方網上說 9點開始就派醜 派醜的名單是320個醜 之後會派一個點心紙給你 我會發出什麼可以買 之後他會給你一個醜 究竟多少點回到黃室堡的慈善精品購買店 產品包括什麼呢 就是姑娘最想要的 就是小桃桃無線充電器 好漂亮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頸枕cusion 都很有趣 還有15cm的卡槽納牌 有膠字tap 還有PU皮 明瞬片拆 還有姜濤化妝袋 還有925純銀道18K金的頸鏈 手鏈、耳環和耳釘 但是呢 姜濤們實在實在實在太厲害了 因為我看到美醜的姜濤 他拿著醜在拍照 我問他 你幾點度 他5點半度 我6點8度 根本差一小時 輸得心服口服 我有一件事很佩服姜濤 就是當工作人員告訴大家 我們的醜已經派完了 大家是有失望的 但是大家都接受 因為前面的姜濤實在太厲害了 派通宵 真的沒想過 大家的堅韌程度是這麼厲害 所以你真是佩服大家 真是不值得你們買到的 那不要緊的 買不到 其實都是靠緣份 唯有我和我的朋友 崔義一起趕這個排隊 看這個10點開始的 姜濤430的生日加連話 黃室堡站 因為其實除了黃室堡之外 還有The one 都會有的 但是每一次我都去了黃室堡先的 繼上年加連話 裡面真的很多打卡的場地 可以給大家拍照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和姜濤一起慶祝她的生日 那裡面打卡有些什麼呢? 一進門口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這個爆紅爆菊小食車 之後你會看到 這個星光暫放大舞台 看到很立體的小桃桃 站在這個星形台上面 好可愛啊 是不是? 之後還會看到 心動摩天輪 旁邊還有一個叫做 百發百進古歌名 就是用了不同的姜濤的型格 和姜濤的歌名 給大家猜 究竟是什麼名 之後來到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 一飛沖天 歡樂氣球 有小姜姜 小桃桃 還有她的糖果 的波波 在上面 就可以大家一起坐下 在旁邊 和姜濤一起打卡 我也有拍照的 大家記得 這個嘉年華 是由 2023年 4月5日 就是今天 至到 5月1日 早上10時 至晚上10時 在黃室堡地下的中庭裏 一走進去就會看到 每次放15分鐘在裡面 自由地拍照 工作人員就會提醒大家 要離場 之後我就上去這個黃室堡上面 再拍一些片段給大家 多謝香港姜濤後援會 提供這麼漂亮的打卡點給大家看 還有她的限定產品 之後想介紹生日應援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在銅鑼灣地帶的廣告牌 她在哪裡呢 她就是在銅鑼灣地帶 即是重本清對面那裡 有兩個大型的展示牌 就是看到 後援會 為姜濤 設定了 應該是兩個的生日應援牌 可以給大家打卡拍照的 姑娘當然有打卡拍照 不過 今天有少少落雨 少少陰天 但都沒有了我們 在場見到很多姜濤都一起拍的 大家覺得是不是很漂亮呢 今年真的 我覺得很漂亮很繽紛 因為 橙色黃色是很開心的顏色 希望姜濤4月30日今年 24歲生日生日快樂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我 請問一下 請問一個訂閱 請問一按鈕 有請問一按鈕 如果請問一按鈕 請問一按鈕 一按鈕 請問一按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